总约 心平和老持戒 心都已经平了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心不平 各位心平不平 平不平 这个倒是蛮难回答的问题 说平又好像不平 说不平又对倒在不平 所以这个平不平 就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认定 那六竹这边讲的 那个平是跟真理相呼应 心跟真理相呼应 心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心 所以那个平是有一个规范 就是跟真理相等齐了 所以心平 那么心平和老持戒 就是说不用也在持戒 就已经到达了 持戒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到达目的地 目的地还没有到达之前 我们要用持戒来规范 才容易到达目的地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那个持戒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我们因为持戒 把一些不应该做的都去掉 不应该做的都去掉以后 我们应该做的自然而然去做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有持戒 所以有定力产生 因为定力产生了 我们有智慧 因为有智慧了 我们又增加定力 互相的帮助 定力越大 智慧越高 这样就可以进入佛的智慧 那有佛的智慧 绝对不会造业 不造业就不受苦 不受苦就解脱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那个持戒是规范 我们自己的行为 那我们可以自己 看看哪个习性很强 不合真理 用持戒的方式来修 所以我不可以做那个 比如讲 晚上睡觉之前吃宵夜 我说不行 这个人要休息 肚子也让他休息 所以睡觉之前 两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把这个当成借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 由这个借力去做到 以后习惯了 宵夜都不吃了 也很自然而然 各位有没有吃宵夜 还有啊 有的有 有的没有 我们自己定 了解到 有三餐就已经够 你看那个 这个出家人 够无不食 那释迦摩尼佛讲 他为什么要自定 够无不食 因为那个外道在讲 人家拔到腰 要死 又不可以吃 你这有够 太高兴了 那佛说不是 不是太高兴 他有真理在 因为 自定了 那个取食以后 那些地主 这么久取食了 那不是人在煮饭的时间 也去取食了 这样的话 引起人家困扰 他就没煮饭了 要拿什么给你吃 对不对 所以佛就自定 戒律 说过无不食 经过 那个下午一点以后 就不吃了 他的理由就是讲 我们吃东西 进去身体里面 他会产生能量 能量产生以后 有生理的需求 心理跟生理不一样 生理 就是我们身体本身的 生猪欲昧 那个生理 会产生需求 就是会有那一种欲望 那假如说过无不食 那个摄取的养分 营养没有那么多 生理的需求 就已经降低了 这样就可以减少 造业的机会 所以就制定过无不食 所以佛才讲 我们吃多了有五罪 各位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 我们吃多了 第一个就是想睡 吃饱饭了就想睡 第二个吃多了 就是多病 第三个吃多了 就是有男女那个欲望 第四个吃多了 就是因为有病 又想睡 又有欲望 所以不能歌颂经典 第五个吃多了 所吃的东西 都是地生长 我们跟地觉得远很深 脱离不了这个凡尘 所以吃都有五罪 所以佛才制定 制定也够无不食 经过五十了就不吃 要到明天早上五点以后才可以再吃 很久 所以那段时间 肚子一饿了 精神很好 精神好就是修到 努力的 去唯光返照 照见自己兴奋之中 有什么污垢 要赶快把它去掉 努力修就容易成就 所以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精神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佛就讲 说弟子们都贪吃 贪食够饱 贪食够饱 这样也会有病 不要贪吃 各位浅浅 吃得太饱会怎么样 吃得太饱了以后 第一个很难受就是肚子 肚子就很难受 吃得太饱 腿有的有 各位有没有那个经验 肚子这样腿有的 有看不见 那要一直走 走一万步 才会消化 各位知道走一万步要多久吗 我们以平常的适度 一个小时可以走三千步 一万步 你看 三个小时才走九千步 就要三点多钟到四点钟 只好走一万步 每天都走一万步的话 健康有保固 所以要学 就是学着 没事的话就走一万步 好多毛病都去掉了 一些病都不见了 那病人 病人走 吃饱就想不到一万步 那个毛病会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社会人士很多都是 那个胖的超过厉害的 所以我也在讲 他们为什么胖的那么厉害 就是喜欢吃那个炸鸡排 那个美国直接进口 从那个冷冻柜直接进口 他为了要养那一些 那个畜生 就是用生长急速 使他长得快一点 才可以卖钱 然后那个生长急速 都在那一些肉的里面 那我们把它吃进去 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 生长急速 所以就一直生长 一个人就变成两个人了 不是很多吗 南部好像比较少 隔前去北部看看 好厉害 那个胖的真的是超过 看了都负担 那个心脏 我没有了解 那个太胖的话 心脏的负担很重 还是不要那么胖 不要贪吃 行持何用 修产 就是我们行为 都是质 都是质 是从质心 从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出来 行持何用修产 就已经不用修产 所以我们那个禅修 那个禅就已经到 那个佛性的边缘 不生不昧 我们那个振兴佛性 那个边缘 就是修产 已经快到了 恩则 孝养父母 我们感恩 所以我们能够 受益 知足 欲望比较少 然后时时刻刻都知足 知道满足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容易造业 能够感恩的人 能够照顾到根源 照顾到不生不昧佛性 能够时时刻刻都回到 根源回来 所以恩则 孝养父母 我们感恩 然后我们能够有今天 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养育长大 我们就是要回报 所以修养父母 那么义则 上下相邻 这个义就是同胞守族 兄弟姐妹 大家互相照顾 这个兄弟姐妹 就是不要吵架 要互相照顾 让则真卑和睦 能够礼让 这个身份地位高的人 可以让那个下面 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 尊敬上面的人 这样真卑 真贵跟那个卑微的 都能够和睦 人则众恶无熏 我们能够忍 这个忍就是安住不动 安住不动叫忍 我们安住在真理上 都不动心的 那个叫忍 那我们一般把人 都是变成忍难忍路 受了别人侮辱 我们忍下来 那个是别义 不是种义 种义是安住 因为佛 因为佛教 他呢 是无我 没有我 既然没有我 就没有受侮辱的人 也没有 这个侮辱别人的人 没有 所以那个人 他重要的意思 就在安住不动 我们能够安住不动的 种恶就无宣 那个恶 他不会宣扬 宣扰 宣化 不会呈现出来 若能钻目其佛 这个就是教我们 要很专心 自治 古时候没有打火机 没有火柴 所以要取佛的时候 都是要钻目取佛 就是取那个 就是一个木头 然后我们用一个 那个尖的东西 去一直把它 一直抽 抽到后来 他出烟了 出烟以后 佛就生了 那个就是很专注 所以我们 就是时时刻刻 要使自己的心 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工作的时候 专心工作 游玩的时候 专心游玩 就是道 道就是这样 很专的 所以我们都能够 专目其佛 就是很专注 淤泥定生 红脸 淤泥 绿光脸 一定也可以产生 红脸 所以我们了解 那个莲花 出污泥而不来 那我们以后 各位想不想做 那个莲花座 想不想做 那个莲花座 是从污泥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凡尘 这整个众生这么污泽的环境社会 社会这么污泽的现象之下 可以我们能够深入其中 然后温暖众生 这样也就是 淤泥定生风脸 一定以后 可以有那个莲花的果味 让我们做 可以前前坐的茶杯 莲花座 苦口的是凉药 那个喝下去很难喝 苦口的是凉药 逆耳必是中野 听来很不舒服 逆耳一定是中野 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改过 毕生智慧 我们有过错 就要改 不要互恶不牵 改过 毕生智慧 互短 心内危险 我们互短 自己 那个不好的地方 不要去保护它 我们互短了 那个内心 心内 一定不是贤 贤能不是 一定不是 所以不要互短 不对就不对 承认 然后我们 这个带领 下一代 也是一样 不要互短 他错了 就要他向人 这个 说对不起 要向人道歉 不能去保护他 保护他是害他 所以不保护他 是让他能够跟人在社会立足 这样才是正确的 日用 常行劳益 我们在日用之间 时时刻刻都能够劳益 就是无条件的给人利益 那个叫劳益 无条件的给人家利益 承道 挥有失钱 我们这个承道 不是说不失钱财 就可以承道 不是那样 是要从我们心性去修 菩提指向心密 菩提是向我们内心里面来找 何劳向外求玄 不要向外去求那个玄奥的 道都在日常生活之中 平平淡淡的 那个就是道 听说依此修行 我们按照这样来修行 天堂只在目前 天堂就在我们眼前 所以只要我们心里改变了 整个我们的环境也改变了 周遭的人也改变了